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生活报道 欢迎回来 在很多人看来呢 上市金融公司推出的理财产品 按理说应该是属于优质产品 而所谓优质呢 就是能够按时来兑现本息 可是最近啊 有投资者通过一家香港上市企业购买的理财产品 竟然遭遇了无法兑现的酒店 难不成这上市企业的理财产品也不靠谱吗 投资者潘小姐是在去年6月通过理财顾问 接触到了一家名为康宏金融的企业 据潘小姐说 通过查询就知 该企业在香港上市从事理财服务 当时理财顾问给他推荐了一款 保本保息年化收益11%的北大魏明生物能源基金 我们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产品不是康宏的 因为康宏发给我们的所有的销售资料 是康宏自己的图框发给我们的 既有保本保息而且年化收益还不错 潘小姐当即决定投资130万购买一年期产品 不过签署合同时 潘小姐发现龚章盖的并非康宏公司 而是北京全塘公司和北京天叶嘉义公司 潘小姐说 当时康宏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投资者表示 不用过度担心上市公司的产品绝不会欺骗大家 我们当时购买的时候也是想着 香港康宏它是一个上市公司 理财顾问给我们介绍说是 香港第三方的独立理财顾问公司 当时在香港本土是最大的 想着应该是公司在这个地方 没有保管保息 那可能就相信它了呗 除了卫明基金 潘小姐和一些投资者还投资了一款名为 普伦7号的基金 按照合同约定 卫明基金于今年6月到期 普伦7号于今年5月到期 可是时间到后 投资者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买了两个产品 一共多少钱 一共多少钱 各100万就200万了 200万到现在目前一份钱都没有收到 我们是新政府把这个钱赚回来的 当时他销售的时候说得很好 而且我们最关键的信息 肯定是信息信息他这个公司 投资者们表示 事发后他们曾找到康宏香港总部 希望了解无法兑现本席的原因 可是此时康宏的口吻 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称自己只是居间销售方 从未与投资者签署合同 现在他们开头是第一个 他不出面出来调解 也不出面把这个事情去处理 好像这个事情就跟他没关系 我去超市买块豆腐的话 那我豆腐之后 我也是找你超市 不是找 我完全不认识 不认识他说的那个什么 普人的 未明的 不知道的 那么在投资者看来 康宏销售产品的时候呢 并没有强调其销售方的身份 而一旦出事之后呢 就以此的借口企图推卸责任 投资者认为呢 即便是作为销售方 也有审查核实的义务 否则呢 也应当为他们的损失承担责任 在现场 记者见到了一些自称 康宏深圳公司理财顾问的人 他们告诉记者 他们与康宏公司之间有合作协议 负责销售业务 当时向客户介绍理财产品时